行車糾紛 公車轎車司機當街互毆 鼠一拳又一拳 每一下都往頭上招呼 看起來有夠凶狠 兩名壯漢在車來車往的路中央上演全舞行 嚇得路人大聲求救 白色衣服的男子其實是台西客運的司機 一應和轎車司機騎了行車糾紛 竟然把車停在路中央 丟下乘客 下車和對方打了起來 客運司機事後驗傷準備提告 但他棄乘客與不顧的行為實在太誇張 正方表示會加強教育訓練 而他們在路上違規停車 警方說若接或檢舉 可依道路交通管理處罰條例開罰